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又说乃尔军在行动中在几分钟内投下超过80枚炸弹 以色列总理奈塔尼雅湖缩短美国行情反国 他的转机刚刚飞抵特拉维夫之际 全是以至以色列中部地区响起空袭警报 有门湖赛武装其后证实 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回应二方在加沙和黎宾院的行动 雷探宁雅湖说 纳斯鲁雅是签灭以色列计划的策划者 他又说 不过有人自家属不同意内谭尼雅湖的说法 说他无意令人知获释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 以军击杀纳斯鲁雅拉 说中方反对侵犯黎宾暖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反对和谴责一切相及无辜平民的行动 反对任何击犯矛盾导致地区局势升级的举动 敦促当事方特别是以色列 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局势降温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甚至失控 无线电视机制一层为三博道 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石破茂 将会在星期二获国会推举做首相 他说不排除下个月解散众议院 当地传媒公开潜在内阁名单 属英派的前防卫相岩屋毅 可能获任命为外相 在上个星期五当选自民党总裁的石破茂 正在囚组新政府内阁 并且接受日本放送协会访问 对于外界估计石破茂担任首相之后 可能最快下个月解散众议院 他直言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另一方面 日本多个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石破茂考虑新外相人选 是被视为鹰派的颜屋毅 67岁的他 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间 曾任防卫大臣 他在任内指责中国借助武力持续挑衅 试图改变南海和东海现状 牙牧毅曾经说 在应对台海问题上 日本和美国立场一致 支持任何和平行动 潜在内阁名单又提到 2016年卸任防卫大臣的中谷员 可能要再担当这个要职 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逊 可能做财务大臣 自民党高层方面 据报前首相监议委将出任副总裁 早前参与总裁选举的前环境上 超过310万户停电 北卡罗雷纳州的西部地区 有严重水浸和山泥傾射 多条公路无法行车 当地陷入孤立状态 在美国田纳西州 暴雨导致落里茶几河水位暴涨 外界忧虑水坝决堤 当局说水坝结构仍然安全 但会密切监视情况 在北卡罗雷纳州西部最大山区城市 埃德尼维尔 在风暴海伦来吹袭之后 有马路被冲毁 无法行车 山路变得崎嶇不平 沿路大量树木倒塌 另一城市亚十维尔变成扎国 有汽车几乎被洪水淹没 有灾文化电力供应中断 希望当局尽快支援 由于严重水浸和山泥倾射 部分州制公路暂时关闭 超过400条道路受阻 导致北卡罗雷纳州西部地区 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北卡州州长富帕更加说 海伦尼酿成八年一遇最严重的水灾 来自19个州的救援队 抵达当地展开援助工作 海伦尼在南卡罗雷纳州 和佛罗里达州同样扬成严重伤亡 其中佛州有9个人在屋里振弊 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在48个小时内 录得降雨量超过280毫米 去至1878年有纪录尼 那个时连续两天的最高降雨量 有公司估计今次风灾 可能扬成高达1100亿美元 折合超过8500亿港元的经济损失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同报道 就像了它 echo这样的 死亡旺回答 在上市比如说 也除了 危仰在大飞顿工程里达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